大家好 老司机试车 突然之间现在就出了一个4米95长度的面包车 库司图这个车 那我稍微带大家回忆一下 两极分化的比较严重的家用MPV的市场 首先就是大概十几大万到20万出头的国产MPV的这个区间 主要的车型是以荣威的IMAX8 传奇的M8包括大通的几个车为主 销量也是不错的 再有一个稍微高端一点 就是合资品牌的GL8包括奥德赛 它主销价位大概是25万到40万之间的这个区间 风俭有几 根据不同的需求来买 但这时候突然间杀出了一个现代品牌的4米95长度的这个车型 这样的车直接去跟奥德赛GL8包括蔚来的赛纳竞争是不现实的 因为它的车厂本身就比较小 很明显它的竞争对手就应该是十几大万 20万擦边的国产的MPV 所以这也是库司图相对来说 短时间之内比较火的一个很核心的原因 因为尺寸还OK 但是价位会拉下来 同时又是个合资品牌的车型 那我们今天就来仔细看看这个车 因为这个车出现太过于突然了 哗就出来 库司图 所以很多人在传 它是不是什么嘉华的兄弟 是不是拿一些SUV改的面包车 那今天我的体验来说 我就以一个4米95长度面包车 应该做好的东西来衡量它 至于说它是怎么来的 我其实并不关心 咱们体验为主 咱们在宏观看一下这个车 车长4米95 这个长度大概是什么概念呢 会比奥德赛长那么一丢丢 大概就约等于奥德赛的尺寸 但是比G18将近于5米1的长度 还是要小的 所以它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尺寸 那很多现在5米级别的SUV 大家经常有概念 它比那些车还要短那么一点点 所以对这个车的空间 我稍微有一点担心 2.0T的发动机 加上8AT的变速箱 同时2.0T发动机 可以做到235马力 属于是中高功率的发动机了 强车驱动 这没有任何的意外 这样的车作为后车驱动 是很占空间的 好 那么来看一下细节了 我们还是从宏观外观看 我先说侧面 这个车的造型 车长4米95并不是特别长 我一开始对空间比较担心 但是我一看车头之后 又不太担心了 大家现在看正侧 这是一个很短车头的造型 已经短到比例有点失调了 过于短小的小鼻子 这个小鼻子你看过去 仿佛这个发动机舱里面 1.0T 1.2T 至多能装个1.5T的感觉 但是它确确实实 塞了一个2.0T的发动机 还是让人比较意外的 车身其他的侧面 看起来就比较肉蹲蹲的 像是一个SUV改出来的MPV 具体是啥改出来 咱也就不猜了 一会咱进去看体验 回到外观细节 中间多边形造型的中网 我觉得还是挺好看的 并不像其他的现代车 嘴里的过于的夸张 这个还是比较收敛的 然后漆面属于那种 藏青蓝的灰色 可能在您的镜头里看着 应该比我的实际体感 要再深一点点 因为今天的太阳太大了 这个漆面还是挺好看的 配这个车身 是有时髦的感觉的 车身的侧面 这个轮子的尺寸 并不是非常大 225宽度 同时是一个18寸的直径 55的扁平率 MPV的轮子 稍微做小一点的话 它对于空间的底站会比较好 所以说轮子小就小了 并且55的扁平率 这胎臂还算是比较OK 保证了一定 起码轮胎方面的舒适性 后面的一些细节 它的拉手上 有这种菱形格子的 不灵不灵的感觉 这感觉就太奇怪了 因为整车 其他的位置 并没有这样的 菱形的不灵不灵的 这样设计 突然间加上这样的一个装饰条 就给人特别跳跃的感觉 再有就是后面的滑轨 比较外路 这也没什么可挑的 因为毕竟不是个 特别贵的MPV码 没有做滑轨隐藏 也就算了 油箱盖太奇怪了 油箱盖是直接压在轮煤上 然后一半是在车身上 好多的线条 把这油箱盖给分割的 乱七八糟的 这油箱盖真的是 让我觉得不太舒服 好 我们现在看一下车尾 这个尾部的造型 双C字的 在很多现代车都在用 它很喜欢这种贯穿式的尾部 已经不新鲜了 变动的尾门 我们打开一下 打开的过程中 我先不看 我觉得这个后备箱 应该不会特别的大 因为车厂有限 一眼看过来了 我评价一下 这个后备箱的近身 可能您看 视频没有太大的概念 这个后备箱的近身 我大概量一下 是比我一个小臂 大概还多那么小半全 这个近身 对于一个4米95的车长来说的话 我觉得已经坐的算是不错了 对于车长来说算不错 听清楚 但是对于如果是满员 6到7个人的情况下的行李 我们要跑个两三百公里 从北京去趟秦桃岛 度假的话 这个行李放着可有点局促 但是车长就这样了 所以说跟车长一比 我还是满意的 但是现在第三排的空间 我自己心里又打鼓了 后备箱盖板底下 还有挺大的一块储物盒 能装不少零碎 所以这扩展性能我是满意的 在整个的后备箱的下面 抵挂了一个备胎 所以这个后备箱 如果是不带备胎的话 它有可能使用的空间就会更大 可以变成一个巨大的下沉的储物箱 它用多了一个备胎 换来长途续航过程中的一个安心 而没增加后备箱的一个 整体的下沉的空间 这是一种选择 如果我们把第三排的座椅放倒 把它变成一个四座车 因为它前面是两个独立座椅 在这种情况下 还是这句话 任何的SUV跟MPV 如果是三排的话 一旦放到第三排 那个空间就会大了去了 这是肯定没问题的 这个空间还有一个特点 是它跟后备箱 能形成一个完全平板的装摆状态 就能狠利于装东西 挺好的 其他一些细节 在它的六七座模式情况下 只有上面下面各有两个小的挂钩 可以拉一些置物网或者是其他的 没有什么特别的 在后备箱的正上方 有一个小灯刚要表扬 但是太昏暗的 鲁素小灯了 基本上照明的水平 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亮度 还是要批评一下的 好 这个后备箱情况就是这样 四座模式下非常的满意 六到七座模式下 我觉得也就是这样了 车长就这么大 但是没有太多的其他的附属配件 这我是不满意的 好 进车内 这车坐进来了 我体验了十几分钟之后 给人一个感觉 就是你刚想表演一点 又想批评 刚想表演又想批评 这样的一个矛盾体的结合 我带大家分析一下 首先看内饰的整体设计风格 我觉得还OK 这边行车的小屏幕小窄条 像是那种宇宙飞船 那种操控的感觉 没问题 中间这个树在这 单独立着一个大屏幕 你要说很突兀 也很突兀 但是很多车都这么设计 其实无所谓 只要是大屏幕反映速度快 功能比较好 就OK了 造型并不是特别的重要 中控台的其他造型 上面是做成这种仿皮子 但实际上是 类似于软糖素的材质 中间是这种类似于布纹 实际上摸上去是这种塑料 打上去类布纹 类木纹的 这样的一个装饰 我觉得它是挺素雅的 不怎么太反光 底下就是硬塑料的材质 这也没什么说的 因为毕竟是一个性价比的 合资的MPV的车型 你要说前排看起来 跟摸起来 档次最不高的是什么 就是这方向盘 首先这皮子显得特别薄 摸上去有点是类似于 比较厚的纸的感觉 然后这个造型 这个造型 我觉得有点像北汽 新能源那个标 是不是那个感觉 就是不太好看 老给人感觉说 这是北汽的车 是这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这个方向盘 应该是前面 让我最跳跃的 这么一个方向盘 其他我觉得还好 因为毕竟 听说有可能 是擦20万边的MPV 它比奥德赛跟J18 便宜了很多 一便宜的话 很多东西我都能认可跟妥协了 好 我们再看一下配置了 我这是顶配的车型的配置 这个车的配置 还是比较奇怪的 首先我们先说表扬的部分 它是四座的座椅 加热跟通风 前后两排都是 这时候重重的表扬一下 因为很多的车 在20万档次 后排是肯定不会给 加热跟通风的 这是鼓掌 表扬一下 同时前排主驾驶 竟然还在座椅机翼了 这是鼓掌 表扬一下 现在得开始奇怪的部分了 第一个比较奇怪 就是这个车的空调 我只找到单区空调 什么意思 就是现在几万块钱的车 都是分区空调 起码我的前边左边 跟右侧 这两个区域的温度 可以单独控制 但是在这个车上 我愣没找着单独控制 整个车厢里面 只能执行一个温度 因为这边你看 是温度调节 右边也是加减 我以为右边是 单独的这侧的温度调节 结果一看这边是 风速的变化 我一按这个 直接就取消 自动空调的状态了 很明显这是个单区空调 这么多年了 很少见这么大车 是一个单区空调 基本上大家都是三区 或者是四区 什么叫三区 主驾驶是一个温度区域 副驾驶是可以单独控制温度区域 同时第二排可以单独的控制温度 甚至有的第二排左 跟第二排右 也是单独的温度分区 那就是变成四区了 但是这车是单区的 所以我就批评了 这个单区空调 但是在座椅的功能方面 这又得表扬了 因为在空调界面的右边 一点座椅 我竟然发现了说 它四个座椅的控制 都可以在屏幕里来进行 你看现在我就落在主驾驶的位置 开着座椅通风 这边是座椅加热 我现在切到副驾驶 不但咱们常规的座椅通风跟加热 在这可以直接控制副驾驶的 同时连副驾驶 往前挪 便于第二排VIP 进出这样的功能 都可以直接在我的主驾驶位置 有权限控制 我这么着一点 你看副驾驶就往前挪 然后这样的话 第二排的VIP 上下车就非常的方便了 我还可以给它副位 真的是非常好 这个功能 然后我们再转到右后座椅 右后座椅呢 它的副位 它的休闲模式 睡眠模式 我都可以在这进行控制 那左后座椅也同样是 所以这个屏幕 对于整车四个座椅的控制 是让我非常意外的 这道车体系统呢 好像是有Car Life 但是没有CarPlay 也就是说比较便于 连接安卓的手机 但是苹果手机 并不是特别的友好嘛 好 我们来看一下储物的环节 上面少了一个墨镜盒 因为这样长途通行 那车墨镜盒还是非常重要的 中间这是无线充电板 同时不做无线充电的时候 也是很大的一个储物盒 周围有包裹的空间 里面东西不至于飞出来 非常好 背件的空间 空间还是很大的 可以放各种各样的大小水平 包括比较大的卖动屏 也是能塞下去的 在背件的左边 是现代最近都在用的 这种按钮式的电子换挡 我觉得挺好的 非常直观 并且不占底下的空间 这么着一按D挡 就执行D挡了 不用做巴巴巴来回 推 推两下 才是D到R 它在D挡模式 踩住刹车 直接一按R就到R了 还是很直观的 一按P就过来了 非常好 因为它是电子换挡系统 所以下面是一个巨大的储物盒 并且是带有左右槽的深度的 东西不至于直接滚出来 这个槽的大小锅子 天哪 小书包啊 包括是女孩 用于开车换鞋的高跟鞋 及开车的平底鞋 都是可以放在这的 这个大储物盒非常好 里面也有USB 上面也有USB T字区域后面的中央扶手机箱 深度非常好 并且整个的容量也不错 但是很遗憾 是没有空调出风口的 没有份做加热跟制冷的 空调小冰箱 这是比较遗憾 门板上的储物盒啊 是比较外露的 它的门板垂直下来之后 它的储物盒是外露在门板的 垂直空间之外的 所以这块是比较利于拿东西的 拿点水啊 在这块都是挺方便的 总体来说储物的能力还是不错的 前排铁的最后一项 座椅的舒适性 包括坐姿 这个坐姿整体比较高 你看啊 它的窗户下颜 是到我胸的这个位置 很多的加热的MPV 它的窗户下颜 是到我的脖子的下颜 比它会低了四五厘米 所以这个视线还是不错的 但是呢 这个视线不错 跟座椅的舒适性 并没有什么太多关系 这个座椅真的是挺不舒服的 比较小硬板 皮子也硬 海绵也硬 同时也没有太多的包裹的椅形 坐在上面呢 就像是一块有海绵的小木头板的感觉 然后外加这个方向盘啊 不能前后的近身调节 外加整个方向盘也是比较低的 所以这个方向盘 只能绕着中心上下的这么着跳 我想给它往上往前一点的话 只能上下推 我一旦给它推到最上面 这个方向盘 它就不是对着我的手握的位置了 一般方向盘 是对着胸口 气囊抱出来了之后 整个人脸 这样是最安全的 但是我如果说 想给它往前往上一点 这样的话 这方向盘一下都对着天了 就只能是这样一条 不能是近身的条 这是比较遗憾的 没有一个合适的方向盘位置 所以这个前排呢 我觉得坐姿还好 方向盘调节有点太匮乏了 座椅的椅面 海绵都比较硬 椅形也比较平直 我觉得座椅是需要改的 我们现在看后面 咱们要说第一排呢 有一些批评跟表样交织在了一起 但是这车的第二排 没有什么太多可以挑的 因为毕竟就是一个 有可能不到20万车价 基本上高配 我估计也就20万这个档次 这个第二排 不管是从空间及功能 及各种方面 做的都是挺不错的 几乎可以算是 买第二排送整车的感觉了 咱们注意来看 首先双侧电话门 这是要表演一下 啪啪啪鼓掌 然后后面带有遮阳帘 手动的 这是要表演一下 很多这个档次车是不带遮阳帘的 但是这遮阳帘有个小小的问题 就是遮阳帘 遮阳上之后 最需要防护隐私的部分 就是这个区域 这个区域它愣是一个透链的 人在这啪能往里看 这是非常不好的 这块一定要防护好 否则我要这样干嘛 对吧 同时这边的侧窗是可以开的 咔能降下来 很多的MPV车型就不能降窗了 这时候啪啪啪表演一下的 然后咱们再看倒台区域的功能 独立的后面的出风口 当然了整车是一个区域的空调 这招出风是没问题的 但是我觉得稍微少了点门柱上 或者是这块的出风 毕竟后面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 第二排的空间 单独一个出风点是不够的 能看到后排座椅加热 后排座椅通风的单独按钮 每个是三档 这是表扬 两个USB要表扬 下沉的无线充电板要表扬 两个杯件是要表扬的 前排座椅的后面 这块还有一个小桌板 这是要表扬一下的 小桌板的侧面 还能拉出一个杯件 这是要表扬一下的 但是这杯件很明显 不是让你搁水瓶 而是搁那些星巴克 或者是麦当劳的饮料杯的 底下小 上面大 往下放 就能卡在这个位置了 你看这些功能都是挺好的 然后咱们再说回这个座椅 先看座椅的功能 作为一个十几大万 二十万浪当的车型 它的第二排座椅的电控 真的是非常丰富 首先是电控前后 这个非常的有意思 然后就是电控的靠背角度 在这上面有靠背角度的旋钮 同时在左侧 也有靠背角度的旋钮 这两个电控的钮 都是实现一个靠背的抚养功能 非常好 同时还有座椅的两组 这在座椅非常好 外加上 它的腿拖是可以电动来调节的 你看我这么着 就可以把腿拖打起来 咱先别说这空间够不够 它起码是有这个功能的 好 我把腿拖收起来 空间是不太够的 然后最牛的 它竟然可以电控的左右滑动 来看 我往右侧这座正在滑动 这小两口对吧 包括照顾孩子就方便了 右边的座椅再滑过来 就并在一起 中间通道就吃霉了 所以这个座椅的功能 真的是非常的丰富 这时候重重的表演一下 这个档次的车型 很少有这么多电控的 然后就是这个座椅的舒适性 很明显 这个椅型看起来 跟第一排会非常的像 但是我坐上来之后 用我十几年的评车经验 我敏锐的感觉到 这个后排座椅的坐调 是明显的长于前排座椅的 事实上小哥还不信 说长的都一样 怎么会长呢 你看现在前面的座椅垫 跟摄像小哥伸直了手指头 伸直了手臂之后 长度是一样的 我们现在到后排 小哥再一伸 一下这后面 就多了小半圈的一个长度 所以现在第二排的腿部 承托非常舒服 比第一排要舒适了很多 外加上我觉得第二排的座椅 有可能比第一排还要再软一些 外加上第二排座椅的靠背 是可以调的比较痒的 所以第二排的舒适性 很明显 就跟第一排那种 有点硬的小板的感觉 是不一样的 我挺喜欢第二排的坐姿 然后做MPV 有一个很常规的姿势 就是放躺去睡觉 但是这辆车 因为整个轴距会比较有限 所以它每放躺一点角度的话 椅垫都得往前挪一挪 否则的话 靠背就跟第三排接上了 我现在是把座椅椅垫往前挪了 才能把靠背放到这个角度 这个已经是舒适睡觉的 比较极限 比较垂直的姿势了 理论来说我要想睡觉的话 应该比这再躺一点 可能会睡得比这要再舒服一点 但是现在也就如此了 因为再往前的话 我的脚步 腿部就会比较局促了 然后这个座椅 有双侧的独立扶手 你在躺着睡觉的时候 前面还有个小按钮 这个按钮按下起的时候 它就可以超常规的姿态 把这个扶手再往下压 就变成了睡觉的时候 仰着 就可以平着单胳膊了 现在就搭了 好 我现在就把过道拉开 便用我进第三排 同时 我把第二排的座椅往前拉 拉到距离第一排 一拳半 现在已经到最头了 到最头的时候 也超过一拳半了 这已经是两拳了 OK 它也只能到这了 我现在进第三排看一看 调好作业进第三排 这个过道 对于我这么大只的身材来说 稍微有点矮 我进来的过程中 碰着上面那天窗的开启按钮了 整个直扬板打开了 这就是垂直高度 不太够 坐进第三排 这空间让我还真挺意外的 首先车长并不是特别的长 第一排是我标准坐姿 第二排拉到最前面 卡住了的情况下 距离第一排 还超过了两拳 两拳零一指 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是超过了 我们留给第三排空间的标准 我们的标准里面 第二排是要留一拳半 距离第一排 这样的话 来看第三排的空间 但是它的滑轨 最靠前 只有超过两拳 所以它第三排空间 就有点吃亏 按照我们的标准 但是呢 现在这个第三排的空间 你看 竟然有一拳一指 到一拳两指 咱就按一拳一指算嘛 所以如果它的第二排滑轨 能再往前移一点 再少半拳 就符合我们的标准了 在这种情况下 它的第三排也是一拳半 所以说这个空间 真是挺大的 真是很大很大的 这个空间 不错了 毕竟啊 这个车头 是省了很多的空间 才能保证 有一定的后备箱空间的情况下 还能把第二排坐到两拳 第三排坐到一拳出头 空间没问题 咱们再看坐垫 这个坐垫并不是特别低 出楼的地面那种坐垫 是有一定高度的 所以它基础舒适性 腿是不注意特别窝着的感觉 这是不错的 但是呢 考虑到这个空间比较局促 所以它坐垫并没有坐得特别的长 这是一个小小的短板 但是还好 毕竟这个位置 它并不是最主要的一个位置 座椅的椅垫呢 跟第二排差不多的软硬程度 很明显比第一排 我的体感要软 这后两排 但是我如果单拿手 这么具体的每一个点去摁的话 我又发现说 第一排好像跟后边 也差不太多 这个体感不知道是为什么 有这样的差异 靠背角度是可以调的 通过后面那个拉绳 就能调靠背的角度 它后面这个大窗户尺寸比较大 并没有那么压抑 后面也有背件 右边有空调的控制 同时有USB的充电 第三排还有独立空调出门口 外加它这个大天窗 从第二排的脑袋正上方 一直延续到我第三排的脑袋前面 所以我这个视线在上部 的采光还是挺好 这个第三排 让我确实有点没想到的空间大小 包括座椅的软硬 我以为会是一个特别过渡的座椅 结果发现说这个第三排 还能坐人 我得补充一下 因为它是个中间带过道的车型 所以说我脚是可以伸到前面去 进一步的拓展了后面的空间 但是后面中间如果想在座椅人的话 就会比较局促 这个横向宽度并不是特别够 所以这车坐六个人还是OK的 好 我们现在开起来了 但是在正式聊开之前 我先补充一个前排座椅的感受的细节 因为我说这个座椅并不舒服 比较硬 没有感觉到侧面的护翼的任何的包裹 我仔细研究了一下 因为它跟后面的椅子有点像 为什么前排椅子又不舒服呢 两点 第一个 坐垫明显比后面要短了半全 所以这个腿部承托一下就少了很多 就没有觉得承托很充分的感觉 再有一个 前排座椅这个腰靠 明显的比第二排顶的要高了很多 并且是不可以调腰靠的近身的 导致着其实我现在感受到的后背比较像小平板 都是这个腰靠顶出来的这个硬度 腰靠一顶多了 正好把两侧的护翼高度就给顶没了 我还感觉到这个比较平板 它没有护翼的一个加紧 所以说都是因为这个腰靠的原因 前排的座椅厂商还是在优化一样 然后就该聊行驶了 其实聊一个MPV车型的行驶就两点 第一个足够安静 第二个足够软 那至于说动力之类的 只要是别太干扰驾驶 别让后面的乘客感觉不舒服就OK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行则有关的硬件 2.0T 235马力的发动机 这个发动机已经属于是中高功率的发动机了 一般来说的话 很多2.0T的发动机 只能做个180马力 200马力 能做到235马力 劲儿不小 8AT的变速箱 前轮驱动 这都是没有任何的问题 那咱开起来还是先说动力吧 因为这个车的235马力的数据 所以说我对它动力还是挺有期望值的 结果是符合我的期望值 首先这个8AT的变速箱 它的换挡属于是用中规中矩 没有什么太多存在感的 顿挫肯定是没有了 同时属于那种不灵敏也不晚的 我现在驾驶模式搁在舒适的状态 MPV的车型肯定是搁在舒适 完全没有必要搁在什么运动的这些模式 在这个模式下 变速箱首先是很得体的换挡的时间 不紧不花的 然后就这个动力 2.0T的动力 油门释放也是非常得体 不紧不松的这种感觉 不是那种特别灵敏的日系 也不是那种比较沉稳的德系的感觉 取了一个中位值 所以这个变速箱跟发动机 正好就符合我对MPV的一个定位 你稍微身材点 动力就有 并且你再重的身材 你像现在 它的持续加速能力还是OK 虽然它的噪音会比较大 但是这235马力的数据 就是跟那180马力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条动力是没问题的 变速箱尤其是表现比较出色 然后咱们再说隔音降噪 这个悬架的表现是超过我意料 虽然它不能做的像G18那么的软 那么的形式有质感 但是这个悬架整体来说 属于是软的悬架了 过勾过坎的时候 刚才我们压了一个井盖 烫烫烫烫烫 那个感觉还可以 并不会是像老奥德赛那种的 又散又硬 咣当咣当的感觉 我以为韩国的车型 可能悬架做起来都会是那样的感觉 但实际上并不是 所以这个悬架给我的印象分数非常好 如果G18的悬架 我给100分的话 那这个悬架我可以给一个80分 隔音降噪的方面 咱们前面已经说了 它用的是一个55扁平率的轮胎 相对来说 这个轮胎是比较厚的 并不是特别薄那种 同时轮子的直径也并不大 轮胎也并不是非常宽 只有225的宽度 所以理论来说 这个车 它来自于轮子部分的噪音 应该控制的还不错 实际的体感层面 来自于轮炫的 整个里面的嗡嗡嗡的声音 确实比我想象的要小一点 这是没问题的 但是它的发动机噪音跟风噪 我觉得做的并不是特别的好 尤其是发动机的噪音 超过了2500转之后 发动机嗡嗡的声音就开始变大 你看现在2500多转 你可能听的不是太清楚 我这个脉头的隔音能力太好了 再往上踩到三四千转的话 那声音就会更大 这是它最大的一个噪音源 风噪的抑制 我觉得水平也是比较一般的 然后还是混合了一些 来自于轮拱部分的噪音 虽然轮胎比较厚 吸收了很多细碎的震动 但是整个轮炫里面的隔音 本身做的 我觉得是比较入门的感觉 所以它三种噪音源 都是交织在一起 让这个车在主驾驶 及第二排听起来 并没有那么安静 幸亏这个车悬架比较软 这要再是个硬悬架的话 我的天哪 估计来自于轮炫的噪音 就会成为最大的噪音源了 那这个车的试车 其实就已经完成了 我觉得咱们再回顾一下 这个外观 属于中规中矩 没有什么太多槽点 MPV的车型 其实外观并不是太重要了 小短车头 留给了后面 很多空间的生存感 基于这个短小的车头 所以这个车的后背箱 在七座模式下 还说的过去 并不是极度的差 第三排空间 是超过我的想象的 稍表一下 第二排的配置 是超过我的想象的 各种各样的 双侧电话门 什么各种各样的电条 第一排 反而倒没有太超过我的想象 第一排主要 就是我批评的 前排座椅的性能 并不是特别的好 外加上有一些 比较奇怪的功能 比如说单驱空调 行驶 其实最大的就是 隔音的水平 稍微入门了一点点 其他还是符合 我对这个价位 行驶的品质需求的 所以这个车 这么看起来的话 如果它的1.5T的车型 能卖十几万的价格 它的2.0T车型 卖20万左右 20万出头一点点的话 这个车的性价比 还是挺高的 真是挺高的 它跟那些奥德赛 及G28 主销在二十大几万 三十万左右的车 其实除了空间之外 剩下的地儿 没有拉开决绝的差距 但是它是个合资品牌的车型 现在对于很多 买MPV的车主来说的话 我现在不是很接受 中国品牌的MPV的话 我想买个合资的 但是我又不想买 G28跟奥德赛 那么贵的 二十五万以上的 那这个车 其实一下比那些车 要便宜了大概四五万块钱 我猜测 那性价比就凸显起来了 当然了 它还是主要面对的 中国品牌的MX8 包括M8这样的车型竞争 那些车型 在这方面做的整体来说 也都是不错的 短板并没有那么严重 我觉得有空 可以把MX8跟M8 跟这个车 再拉来做一个横平 看看之间的水平差异 打个分 OK 这就是这次的老司机试车 喜欢记得分享哦